国语有生善书 圣天堂善书 西方极乐世界游记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福鸾为通天天笔菜生 济公活佛将 诗曰 圣天大命赴双肩 诸子虔诚学佛先 极乐世界新书著 永照后世化弥颠 哈哈 众生皆是以苦为悦 以乐为苦 以假当真 以真当假 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迷恋于七情六欲之间 以为那是月的 殊不知月即生悲 有朝一日坠入轮回之间 和月之友 今天圣天堂奉旨著作 极乐世界游记 将先帮佛土风光介绍 与世人之道 更开导众生 让他们知道 真正永恒的快乐 不是欲乐 因为那是短暂的 只有不生不死 脱离轮回的束缚 逍遥自在 才是真正的快乐 因为那是永恒的 恩师说的甚是 只是世人很可惜 不能以肉眼去洞悉一切 所以才一再地沉沦下去 哈哈 人的视力有限 比如说能看前 就不能看后 能看左 就不能看右 能看上 就不能看下 能看到有形 就不能看到无形 就像水蒸发成蒸气的时候 还能看见 蒸气溅入空中之时 就不能看见 人的灵魂也是一样 如同电子 盒子一样的威信 也是以肉眼不能看见 道虹你说是不是 恩师现在叫余途道虹 余途才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著作人间游记时候 恩师给我取个法号为道虹 可是余途觉得呆头呆脑的 不堪被称道虹这两个字 那么你想取什么法号 余途想很久了 应该取低能才对 低能 应就是反扑归真了 怎么说呢 大智若鱼不是吗 哦 那还差得远呢 那么你是胜过师父了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不配被形容大智若鱼 是真的低能 那么你是冒毒师父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低能徒弟 师父岂不变成低能师父 不是的 恩师仍然是受人崇敬的寄功活佛 谁说的 老那是个疯癫和尚 世人如果尊敬无 不如先尊重自己 哈哈 说得也是拜佛先拜自心佛 你不是说低能吗 怎么还能讲出这句话 是低能 那么我俩先试车了 试什么车 坐上连台呀 哦 低能知道了 师父两人在欢笑中 连台冉冉上升 贤徒 你自认低能 不怕责人瞧不起 只要恩师不嫌弃就好了 你说到低能 老那才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末世以来 世人应该减低能源 减少消耗 如果以修道来说 就是要修无漏法 不要修有漏法 何谓有漏法 何谓无漏法 有漏法就像圣物的漏斗一样 上端添水 下端漏水 以修道来说 有的是漏了气 有的是漏了德 有的是漏了功 有的是漏了福 何谓漏了气 漏了德 漏了功 漏了福 譬如银念不戒 滥发脾气 结果就把精气 灵气给漏掉了 这不是漏了气吗 至于漏了德 就是有些修道之人 不去珍惜德性 不知德性乃是修道的根本 经常骄傲自满 自明得意 如此不是将德性漏掉吗 还有漏功的人 就是杀业不断 口业不断 银业不断 造了这些过失 不就是漏功的现象吗 漏了福 就是奢侈放荡 不知珍惜财物 如喝酒 赌博 贪图荣华富贵 这不就是将福气给漏掉吗 哦 原来如此 你现在往下看 咦 怎么有一道 豪光直中云霄 如红贯日之像 那是什么 老那把连台一下 让你看个清楚 此时蔡生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熟悉的地方 师父 那不就是圣天堂吗 看到诸同修前程的 立于两旁 庄严肃目 豪光灿烂 与平时所看的不同 哈哈 上个月无不是说 小堂行大道 难道你不知道吗 恩师讲道此处 于途觉得责任深重 贤途你有这个心 为师早已知道了 就是你有这种心 所以黄黄大命 才会加在你身上 你说有缘人 不是陆续来到圣天堂吗 而且各地方的善信 也加入诸道委员 可想而知 圣天堂是一艘大法船 渡人无数 而且将有奇迹般的道物发展 真有这回事吗 哈哈 这就是你立下大事宏愿的结果 所以凡是三期修士 成愿再来的贤生 将会来协助道物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共同勉励 你看现在堂里的门生中 就有一半是成愿再来的小菩萨 他们也是素氏以前 立下大事宏愿的人 但是几世以来都受不了物欲的引诱 因而不能完成使命 如今在这大道普化之期 他们知道加入圣天行列 这就是他们的福气 以后还有更多的贤生 还会目道而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共同为圣天大法船牺牲奋斗的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否则于途自从奉旨开堂以来 芒德分身法术 压力之大 简直喘不过气来 还好堂里这些师兄弟 都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 更有志同道合的善德 参加诸道委员 这真是上天之柱 否则凭住自己的力量 毕竟是有限的 师父 今天不是住邮寄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今天时间不早了 等下回再说吧 也好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的世界 如此说来 此本邮寄不是太窄了吗 阿弥陀佛广大无边 怎么会窄呢 哦 于途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于途是说 阿弥陀佛是佛教净土的 专有名词 可是今日宗教教门很多 如果只是宣扬佛教 不是太狭义了吗 如此说来 就对了 天各有其天 地各有其地 人各有其人 学各有其学 明各有其明 如佛约极乐 道约无极 耶约天堂 如约礼天 所以此本邮寄 除了云游极乐世界之外 以后如果有机会 师徒再到其他世界去访问 好了 今天我们试车就此为止 是的 圣天堂已到 菜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 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无极直辖 全真堂网站详阅 欢迎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